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要相对肝病不是一处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林基金会 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付百应 一起加入保肝的行列 我们消除肝病 根除肝病的日子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我们主要的消除肝癌 早期发现肝癌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肇运动 台湾的狗犬 不管你有没有BC肝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BC肝 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肝癌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 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 天主教耶稣会 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 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 台湾四十分之一 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执行长林宏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为台湾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 他就是觉得这些默默为台湾 长期奉献的人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 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 那我们一开始办 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 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 又追加了鼓励奖 对 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 很伟大的奉献者 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 长期为台湾在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 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三千万 鼓励奖得主 奖金新台币三百万 主办单位希望 透过玉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 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位在大湖里内的米粉坑溪 近年来遇到台风或墙降雨 溪水就暴涨 造成里内大淹水 让居民苦不堪言 包括有一些阳光楼的 阳光屋的屋主 他等于是一半在地下室 那个部分整个都是淹满的 所以淹满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的淹水的状况 真的是很痛苦 都是泥巴水 不是清澈的水 都是泥巴水 所以一些过往瓢朋友 相对的一些电器用品 都是卡的一些淹泥在那边 为了尽速解决淹水问题 里长向市府争取新建成沙池 而为了让地方民众与地主 能了解新建成沙池的理念 里长特别召开地方上的说明会 也感谢地主能了解到 地方民众的心声 我们社区的民众 当然就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新建这样一个成沙池 包括地主也能够充分了解 我们这一次的提案 争取的部分是沉沙池的部分 所以不是当初规划 制宏沉沙 那个面积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地主也比较能够释怀 跟应该可以比较接受 小面积的征收这样子 大概是从我们路口这个停车场 大概到这个竹林这边 这一带比较平缓的这个区域 那山坡的部分基本上 应该水利处不会去动到 因为那山坡的部分 有时候还要做一些水保的部分 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希望说 该市政府该改善的一些 该新建的一些设施 完成之后能够消除掉 我们这些一楼受到水威胁的状况 能够排除掉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 相关的设施的一个兴建跟改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举办这样一个说明会 主要是说明给地主跟乡亲 他们了解 我们争取这样一个案子的理由 跟我们的想法 李长说他将持续进行 地方上的沟通 如果顺利的话 预计明年下半年 能够启动沉沙池的新建 地方民众也期盼 未来沉沙池新建完成后 能解决淹水问题 让大家安心生活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我们会往左边稍微倒过来 来 帮你来 好 好 跟她说 艾里朝椅子 艾里朝椅子 你会发现她顶下来 那你顶下你的右手 往前面都要摸它 对 然后再往前面一点 走到椅子 蒙珠眼睛体验导盲犬带领的感受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与惠光导盲犬学校交流 感受盲人的不便与需求 同时了解台湾目前导盲犬环境 推动情况 其实现在相关 不管从住宅法或是我们的 生权法里面都有所保障 也定的相关的一些规定 也都是相当的进步 但现在差别的 就是在整个的一个观念的转移 社会怎么样能够更了解 那我们在政策面如何更友善 来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时候我们需要去 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确实以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大概是30只 40只左右 是比较少 那所以未来怎么样能够 更多人加入这样的一个 捐款的计划 让这样的一个导盲犬 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 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 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 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样三代导盲犬 就能够加会 在我们身心障碍 有视障的人的身上 那像刚才我这样把眼睛遮起来 虽然一小段 但就感到彷徨无助了 但是有导盲犬在帮助的时候 心里就心心的健康 就从刚才我们的朋友在电视 在里面在讲的 就是说 他不但可以帮助到身心障碍的人 身心障碍又可以去帮助 身心障碍的人 那这样把爱传出去 所以在社会里面大概有几个 一方面要帮忙宣导 刚才讲说 事不宜问 就是他开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乱摸他 不要去抚摸 不拒绝 不呼叫 不抚摸 还我要主动去询问 这些都应该要积极来推广 那我相信 在辉光里面的帮忙之下 未来这导盲犬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未来我如果当市长 我要怎样加强劝募 加强的一些工作 这我一定会来做 惠光导盲犬学校秘书长 陈雅芳也表示 目前市长者对于导盲犬 还是有一些保留的观感 包括照顾导盲犬 他们正努力让其他市长者了解 带导盲犬的方便与优点 另外像是餐厅业者 房东雇主 也会对于市长者带导盲犬 有疑虑 希望能够加强宣导 让整体环境对导盲犬 与市长者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今天很开心就是来到这个现场 那做一个导盲犬相关的宣导 那我们也蛮希望说 因为现在 其实大家对导盲犬的认识 是普遍比较都知道 也比较友善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未来的政策方面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市长者的一个居住 跟一个就业的一个 是不是有一些措施能够去鼓励 包括说一些房东 或者是说一些他们的可能的雇主 用什么样子的这个方式来宣导 让他们能够愿意接受市长者跟导盲犬 那他们的环境能够更没有障碍 这个部分是我们蛮希望 未来有机会可以看到的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说 就是导盲犬的培养非常的不易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市长者的关心 跟导盲犬的关心的话 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做一个改善 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现在在台湾大概只有 现役的大概只有30几只的导盲犬 但是市长者大概有6万名 所以一个100比1的比例来讲 其实大概会需要到大概将近600只的导盲犬 才是一个合乎一个 大概国际的一个比例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很希望说 在不管是在一个经费的益助上 或者是民众对于这个关心跟支持 包括说经费上的这个赞助 或者是说一些导盲犬的一个养层上的 一个寄养的志工来做帮忙 跟我们的一些观念的推广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有一些友善的商家 可以来放一些我们的宣导的一些文宣 或者是一些捐款箱这些 都可以不管是小的力量 或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都可以让导盲犬的培养更顺畅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惠光导盲犬学校是 台湾第一个培养导盲犬的机构 所以它等于是创始的一个机构 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久的段时间 那早期我们家也是寄养家庭 就是小狗来的时候 要先学习一些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跟我们的惠光党盲犬学校 来联系成为这个寄养家庭 那除了这个幼犬可以寄养以外 他在服役完之后 就是说他工作完以后退休 他退休以后也需要机构家庭 现在蔡英文总统的官邻有三只导盲犬 就是当时的这个 他卸下工作之后 退休之后的机构家庭 也欢迎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陈时中提到 怎样能让更多人加入捐款计划 让导盲犬受到妥善照顾 进而实际帮助身心障碍人士 是推动相关政策非常大的重点 承诺若当市长会建立友善环境 加强宣导 让大家了解导盲犬的功能 对社会的帮助 以及对生长者的需要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见计划开始咯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能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见简张QRQ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 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 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请问先生 智国之药当日 其难忘 智国无需 心灵法治 知识 战国时期 吉法家之大臣者韩非 升得高富帅 说话却结结巴巴 而死对头李斯 嫉妒秦始皇看中韩非 便故意让韩非 在秦始皇面前出囚 由中研院院士 曾永逸 与中正大学教授 王琼林河边的金坤大戏 韩非 李斯 秦始皇 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背景 加入虚构角色 呈现战国枭雄们 内在的痴狂 无奈与悲凉 影响华人历史 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大人物 一个就是韩非 一个是李斯 一个是秦始皇 但是呢 大人物就有大问题 大问题我们一一提出来 然后去展现它 撮合它 再来解决它 所以就成就了这一出 韩非 李斯 秦始皇 我常常开玩笑说 他们是三个战国臭男人 但是其实他们是三个战国枭雄 这三大枭雄 怎么样把他们联合起来呢 我们虚拟了一位红粉佳人 也就是荀子的孙女儿 叫做荀姓 让韩非跟李斯 这两个年轻人爱上了荀姓 然后呢 再来又因为韩非 他当然高富帅 人人爱 好 那李斯呢 因为穷短小 所以呢 就只好出去谋生了 又没想到 连秦始皇都喜欢韩非 所以以至于呢 李斯他非得把那个韩非除掉不可 以报内心的这种愤恨 所以从大时代里面的儿女私情来着手 这样子可以呈现这几个大人物 他们内心世界的一些纠结 而这个纠结当中有最残酷的人性 也有最圣洁的爱情跟亲情 高富帅 所谓的富二代 竟然讲话有非常严重的口级 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最大的挑战也就是在这个口级上面 因为在传统戏曲里面 很少 也几乎好像没有一个正派的角色 在舞台上面用口级的方式来展演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 如果你让我背一长段的那个戏词 很正常的方式去演说 去背的话 是很流畅的 但是要顾及到那个人物的结巴的那个情绪 所以有时候那些词反而会被自己给结进去 所以这个排练上的时候 有很多那个出丑的状态出现 但是你就要去克服这个角色 快智人口的经典舞剧长板坡和金口 则是由金剧国宝朱禄豪老师担任艺术总监 集结众舞生合力演出 由实力派青年舞生徐挺方 一人分世赵云观影长二角 挑战快速变装 而赵云的白色战袍更是朱禄豪老师的多年珍藏 这个戏难在哪里呢 难呢就是因为他必须是看唱作念打 把所有金剧最棒的元素都放在赵云身上 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大动作啊 但是他的他的整个的内涵 他的这个底蕴要在赵云的这个身上 气质上要表现出来 当然最重要的演这个戏的角色呢 这个演员呢必须是一个 第一个要有一条好嗓子 然后要好武功 再来呢他就对这个戏他的理解是什么 因为戏好像看起来好像不太累 其实他从头到尾非常辛苦 只要是当家武生 他一定是前面长满坡的赵云 后面一定是要一杆二 要杆这个汉金口的这个关羽 而且呢我们变身的时间很短 只有七分钟到八分钟的时间 那我记得以前我演出的时候 也是在后台 哇我从赵云要变身之前呢 哇这个靠啊 你知道那个靠有多重吗 还有里面穿个棉袄吗 还有各种 哇你还有连彩裤都要换掉 连靴子都要换掉 所以还要画脸 所以这是一个很繁复 让后台的师傅们一起配合的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一个学问 这个戏比较讲内行说是这个武戏文唱 更多的是讲这个剧情人物情节 那讲究的是这个 赵云这个是一个儒匠 那更用现代的方式口吻讲呢 就有点像三分暖一样 我们一直在穿着靠 做一些很多的表情动作 跟对于夫人 对于就到每一个 像是这个朝中的大臣的时候 每一次的展示呢 都感觉是 不像其他的戏是比较火爆 马上那个汗流完就结束了 那这个就是慢慢的酝酿 到最后面的高潮点 是放在这个关羽的身上 那其实这个看点呢 两个最高级的五五上将 一起同时演出 其实本身是有很大的难度 这套服装呢 就是我演赵云穿的服装 你看大家看 它很特别的 就是一个金线 这个金线 现在来说你看看 很多金线 是连它的袖子这边都有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来呈现出这个赵云 他的除了他的功夫好以外 再来就是他的气质 这个金线呢 通常金线都是皇帝才能用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赵云呢 他是一个非常忠心刘备的 一个五虎大将军 所以呢 我们在做服装时候呢 就把这个金线呢 绣得特别明显 那这套服装 我当年在购置它的时候呢 如果四十年前 我如果一个月薪水 只有两万的话 它就是两万五千块 可是隔了四十年 我不知道现在 这个价值多少 但是能够重见天日 这个价值就是无价的 纵横天下 韩非 李斯 秦始皇 以及长板坡 汉金口 将于十月十四到十六号 在台湾戏曲中心 大表演厅隆重登场 看乱世豪杰们 如何展现他们的文质谋略 与忠意无用 喜爱金句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一种是专强形式的 一种是人字形的 区公所人员向各里民众 解说沙包与抽水机的使用方式 南港区公所今年结合 信义区与大安区及民间各单位 在南港的防灾公园 南港公园 举办防灾公园 开设测试的教育宣导活动 带领民众了解避难收容的流程 与所需要的各项设备 今年为什么要开设防灾公园 因为今年是921 23周年 那我们在9月18、19 花东地区也发生6.8的一个地震 所以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们南港区 特别在这个9月份 开设我们防灾公园的一个演练跟测试 我们这个防灾公园 今年特别的特色是在 我们跟信义区跟大安区 南港区三个区的一个合作演练 那跨区演练 那大安区都负责我们灾民收容的一个伙食 那信义区就负责我们灾民的救济物资部分 那由南港区的南港公园 负责灾民的一个收容 那我们这边可以收容有1400名 有一些景圈要固定的 这边有看过吗 这样子 防灾公园现场模拟灾害来临时 将提供哪些安置收容服务 从安置登记到帐篷区一应俱全 火食区也特别发送点心与饮料 给参加宣导的民众 同时也有服务人员可专门为来避难的新移民服务 刚好是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很少有发生地震 所以就是遇到地震的时候 我们姐妹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是怎么行刑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或者安谱 说就是协助 也许他就跟人家跑来这里 他不能联络上他们自己的亲人 我们就可以协助他就是广播还是什么翻译 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 然后目前在台北市就是越南籍的姐妹最多 所以今天我们是派一个就是越南籍的通议 我就是越南籍的通议 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就是翻译 就是有的时候来这里听不太懂中文 或者看不懂中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协助让他们了解 目前我们所发生的一些行刑 就是及时可以让他了解 我们南港区公所特别在台湾刚好遇到地震的情况之下 南港区公所特别办了这次的防灾的相关的演练 那我们可以民众都在这边 沿途都有相关的解说员 解说各个在防灾公园开设的时候 各个场域的还有这个各个这个活动的区块 然后让民众都能够认识说 我们防灾就是避难的时候 如果有地震的时候避难的时候 在防灾公园 能够提供什么样子的设备和服务 那对民众的收获都是很大的 我们虽然说现在比较 社会比较安定 但是我们又居然思维 因为灾害不外乎是火灾 地震 台风 这三样东西 像最近前一阵子的花莲的地震 大家就可以记忆忧心 倒塌的房屋很多 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准备 准备工作 所以必须位于筹谋 熟悉这个地方的这个 所有的这个流程 防灾的流程 到时候一旦发生的时候 马上可以就可以进入状况 我讲这个凡是欲哲力不欲哲会 反放以未然 消灭以无形 这是我们必须有做到的 这是美国辟马 对全世界发表的论文告诉大家 三个动作 趴下 掩护 稳住 好不好 各位记得这口诀 了解吗 就是躲在桌底下 各位也不要太怕啦 为什么 讲这个地震会造成建筑物倒塌机会是高还低 高那那怎么大家还在这边 高还低 低啦 然后我再问一下各位 建筑物会不会无缘故倒塌 大部分都是什么原因 对啦 我要讲啦 豆腐渣工程啦 透工减掉啦 对吧 没错嘛 各位 不要再担心好不好 我们建筑物经过法规 厂商谁要不要通工减掉 各位会不会整个垮下来把你压死 会不会 不会啦 好不好 我们今年特别也跟一个开胜有限公司 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一个防灾的MOU 因为 开胜公司它是一个器材 工程有限公司 那我们在防灾的开设部分 有需要这个工程公司 支援我们一些防灾设备 例如碳灶灯啊 电池啊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们跟他签订MOU 对于我们的防灾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忙的 南港区区长蔡明如表示 希望借由民众的实际参与 来了解防灾公园的运作 加强防灾意识之外 也可以强化自救能力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松山区成年礼活动由台北府城隍庙 以及松山区公所共同举办 以鲤鱼药龙门为主题 设计米走大富翁闯关活动 祝福每位礼生福气满满身体健康 我们今年松山的这个成年礼的活动 是跟府城隍一起办理 那今年设计了很多的运动关卡 让这些孩子们呢 能够透过这样成年礼的疑点呢 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梦想 然后我们有设计了一些挂金 然后可以让这些长辈们 还有这些孩子们呢 能透过这样子的疑点 然后再一个纪念 那透过这样子的挂金呢 给予祝福以及智慧 活动安排跳绳运动 以及意志有趣的大富翁闯关游戏 30多位礼生以小组方式进行 从笔手画脚 你画我猜等游戏中 体会合作的重要性 而陪同参与成年礼活动的家长 也在手工艺老师的教学下 以烫布贴行事 亲手DIY成年礼挂金 用心注入对孩子的成年期许 而礼生则是透过手作花束 将满满的心意 献给挚爱的父母 场面温馨感人 留了你们 很久留了 参与的礼生 在众人的见证下 宣告成年也迈向人生的心理成悲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響应世界视觉日 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 吸收眼科保健业者 在今年举办草地野放日 邀请民众10月1号下午到新北大都会公园演餐 现场安排精彩表演 设置眼睛味教堂位 也带领民众认识导盲犬 寓教育乐 我们都知道其实这十几年来 尤其是整个IT产业 其实国人对于做健康意识 越来越提升 可是呢 我们也发现 有关市地健康会 似乎在国人的健康意识议题里 好像还不是重点 但是它却是最流行的疾病 我在想它是最流行 这一句话应该是有证据 也没有问题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越小近视 其实长大后变高度近视的可能性越高 所以这个议题呢 其实是我们责无旁贷 一定要重视的 那健康署这边呢 大概政策上呢 就是除了从实证基础的 卫教宣导之外 那我们也跟跨部会 会做一些学童的视力监测 那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的 儿童的视力防治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在儿童预防保健 七次当中有提供四次的 一对一的卫教服务 那希望儿健医师能够主动发现 孩子们呢 如果是比如说许多的 眼睛的健康的问题啊 瞳孔啊 或是眼味的部分 可以主动转介 那可能很多的 怎么讲 inventive我们还是要努力啦 不过基本上 我们是把这个议题当成一个 至少七次里面的儿童预防保健 有四次的一个主动的卫教 那第二个呢 我们在四岁到五岁呢 就是学龄前的孩童呢 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个视力监测 那在各个卫生局 那可能有一些 其实执行率都蛮高的 只是说很可能 后续的转介部分可以怎么做 那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 那也很希望眼科医学会 这边可以给 多给我们一些宝贵的意见 那当然在宣导上呢 除了有evidence之外 我们尽量的 比如说从海报啦 从MV的律动 或者是相关的手册 等等 我们是一直有在 努力的方向 那其实我今天了解一下 其实今天这个活动 眼科医学会已经 18年来都有在参加 那个所谓的世界视觉日的 一个活动响应 那尤其非常棒 除了今天的记者会 启动仪式之外 10月1号呢 其实在新北大都会公园 有一个草地 野放日 那我相信在疫情期间 大家用眼过高 所以呢 趁现在疫情 有点缓和的时候呢 就休究大家都出去 走一走 一方面呢 放松心情 一方面是滋养我们的灵魂之窗 所以呢 在这边还是再次感谢 眼科医学会跟大家的努力 医器以及手术用品事业处的处长 与建杰 今天已代表艾尔康公司 来参加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那艾尔康公司呢 成立以来一直以来 致力于就是这个眼科 还有势力保健 全球领导品牌 所以我们对这样的活动 本来就是共享这一年 那一直以来我们也跟这个眼科医学会 还有眼科的医生这边 先进一起合作这活动 所以呢在今天 这一个活动里面呢 特别因为疫情嘛 前两年疫情比较紧张 那今年看起来疫情比较趋缓 所以在这个礼拜六 在新北大都会公园 我们重新又有这个活动 所以呢也接勤地邀请各位 然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野餐活动期盼 透过国人走出户外 暂时远离3C产品 让眼睛适度放松休息 同时也宣导 国建署推广的 3010 120口诀与护眼六招 那我们所收集的讯息里面 绝大部分 也许80%以上 都是经由视觉 来吸收外界的资讯 跟大家沟通 所以如何提供给每一个人 他有一个非常好的 视力保健跟健康的维护 是我们眼科医师 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 那我们中华民国眼科医学会呢 跟我们其他的 我们眼科医师所组成的 其他的学术委员会 学术的医学会 大家一起都提供训练 我们的住院医师 我们继续教育我们的眼科医师 希望我们提供最好的眼科医师 能够担负起我们整个国家的 眼科方面的健康的维护 那诚如刚刚副署长讲的 当然学历前的儿童的这个 失利的保健 近视的防治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牵涉到以后 就是未来他成年以后 很多眼科疾病的产生 但实际上在各年龄层的 眼科的疾病 其实都有一些耗发的疾病 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经由这一次的 这个世界视觉日的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 在各年龄层的这个国人呢 都有他们耗发的一些疾病 那我想如果说 可以每年做一些的眼科的检查 那让我们眼科医师提供最好的医疗的服务 我想这个可以让我们国人的眼睛健康得到保障 那我们每年都会针对不同的主题 然后来响应国际 然后来办一些活动 那当然前几年的话 因为前年的话 因为疫情非常厉害的关系 有暂停了一年 那去年疫情也是还蛮厉害的 所以我们是使用了一些线商的方式 去办理了这些活动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 YouTube的影片 其实都还可以搜寻的到 那今年看起来疫情比较好的 所以就是我们就举办了这个世界视觉日的这个响应的活动 那主要的话 我们今年希望响应的就是国舰署给我们的一些护研的这些六招 第一个就是大家如果不管哪个年龄层 如果可以的话 每年一定要定期检查一到两次的视频 第二个的话的饮食 然后有天天有五书过 第三个的话就是希望大家在不管小朋友啊或者成人在读书的时候 这光线都要充足 坐姿都要非常的正确 第四个的话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用眼了30分钟 至少就休息个10分钟这样子 那看书啊或者像打电脑啊这种知识的话 尽量维持正确的知识 然后可以保持30到40公分 第五点的话其实还蛮重要的 其实我们眼科医师希望各位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在两岁以前尽量不要接受到山西的这些产品 不管是手机或者平板 即使他两岁以上 希望他一天用的时间也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第六个当然就很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到户外去做活动的话 那其实看近的时间也会相对的比较缩短一点 所以这几个综合起来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啦 就是三十十一二零 就是你用了30分钟休息10分钟 每天可以户外去活动大概120分钟 那希望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那响应国建署可以把这个知识传递给所有的人 让大家可以尽量的去遵循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慢慢的比较好了 所以今年的话我们响应这个活动 其实我们就是预划就是在10月1号的时候 会在新北的大都会公园 会举办这个草地也放日 就是希望大家把手上这些山西啊 这些东西都丢到旁边 就很轻松的到这个草地去做这个户外啊 做这个交友的活动啊 或者做野餐的活动 虽然眼科医疗逐渐进步 但世界上仍有超过10亿人 没办法获得眼科医疗资源 深受眼疾所护 许多国际支援机构透过世界视觉日 规划眼科教育活动 强调预防眼睛健康的重要性 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正确的互言知识 记者翁俊台北报道 见到警方前来救援 一开门情侣党很不好意思 看个风景结果被繁琐 远景继续追问 原来这对情侣党从台北来到金融丸 临时起意跑到夜市旁的商办大楼顶楼 结果闹出了乌龙 地点就在金融夜市里 这栋商办大楼 日前两个人搭电梯跑到七楼顶楼 原本想要看夜景 没想到一阵风吹来 两个人就被关在顶楼 接过民众报案 趁庙口夜市内某商业大楼顶楼有男女受困 后报后立即前往现场 远景到达现场后发现了 是两名年轻情侣从台北来金融夜市逛街 一时兴起想要一览金融夜景 走向夜市附近的商业大楼顶楼 到达顶楼后未将通往顶楼的铁门固定 被风吹后反锁 警方到达现场后将铁门开启 引导拖困离去 警方呼吁当民众遇到紧急状况时 请保持冷静 可拨打1108分转线 请求警方协助 其实所将提醒像这种推压式的铁门 有个卡榫可以避免被关上时直接被反锁 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放一个门档 就可以避免发生被反锁的窘境 记者黄梢明介绍报导 HOME PLUS 中佳宽屏在地影像赔利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起到12月15号为止 丰富奖励的你来拿 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张QR Code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在百年土地公庙上香祈福后 金融市长宁昌与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再次合体 在市议员郑文婷与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到仁爱市场扫接拜票 刘昌除了感谢市民八年的支持 也一再向市民推荐蔡世英是最好的接棒人选 距离年底选举投票仅剩五十天 除了持续公布各项政策规划 蔡世英也期盼透过挨家挨户的徒步扫接拜票方式 展现成立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今天也非常感谢邮昌市长陪同世英 还有我们安仁爱区的两位议员 同志委议员跟郑文婷议员 我们一起来市场扫接拜票 那我想这个是跟市民多多接触的很好的机会 那其实在这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有几次私下的一个来拜会 那我想说借着更多的来拜会来扫接 会让基隆市民了解我们的诚意 那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向市民提出我们对于 城市发展的愿景跟看法 那我也相信基隆市民会支持我们 会在11月26号支持蔡世英 接棒基隆连续光荣 两人也展现超高人气 不但有许多民众争相合照 甚至有热情支持者送上粽子凤梨等吉祥物 当选生不断 蔡世英 动赛 蔡世英 动赛 蔡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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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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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于市民最为关切的基隆捷运最新进度 蔡世英表示 目前已经在环保署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审查 综合规划部分则预计年底送行政院核定 蔡世英也透露 苏贞昌院长及交部长王国财 10月16号将到基隆的百福工 与市民分享相关工作进度 及未来施政与交通规划 目前为止 基隆捷运整体的进度 已经送到环保署做环平的审查 另外 可行性的评估 综合规划的部分也即将在年底的时候送到行政院就最后核定 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那基隆捷运未来的推动会分成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八堵到南港车站 以及矽东线的部分第一阶段 那第二阶段就是矽东线的延长 以及八堵到基隆的部分 那我相信每一个部分一段接一段的推动 让基隆捷运成为基隆市民日常生活中 就会可想 就会成为日常生活中 就会来到的一个交通建设 我想这是一步接一步没有问题的 那在10月16号的时候 我们的苏正昌苏院长 以及交通部长王国财 王部长也会来到基隆 来跟各位分享整体的工作进度 以及未来的市政交通的规划 针对近期各种民调的公布 蔡森英表示民调有高有低 不论民调赢或输 他都会努力持之隐恒 争取更多市民支持 呼吁基隆市民在11月26号 选择一位不会让基隆走回头路 带领基隆持续进步的好市长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质询基隆捷运基隆到八堵 这一段到底盖不盖呢 还是只是有梦最美呢 在这个基隆捷运 八堵到基隆的这个捷运 到底会不会盖 到底会不会盖 然后就是说 到时候会不会是 就是你们贵党常常很喜欢讲一句话说 有梦最美的希望梦 那我们基隆市民都一直活在这个 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 有梦最美的这种标语 那我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 那我想本期今天是最后一次 八年来最后一次对这个市长您的一个质询 那我们市长你们什么时候 再次的一个提出这个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这个 然后正式召开提计划给交通部 审定 然后正式召开工厅会 甚至于举办公投 让我们基隆人决定八堵到基隆 到底要不要盖捷运 一定要真正的彻底的把真相 告诉基隆市的市民 开工厅会让全体的市民 捐弃基隆市的市民整个了解 让基隆人自己决定 到底会不会或者需不需要 捷运而不是每道选举 就是让我们这些政客 去操作 去操作成为一个公共的一个假议题 那我请我因为待会因为今天时间 只有一个小时 我请市长你简单要简单题 到底会不会 机动市长林又昌达巡使 斩钉截铁强调一定会盖 第一个八堵到基隆段 的这个基隆捷运一定会盖 那重点是要怎么盖 采取什么样的方案 地方必须要有共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基隆捷运 并不是像过去是地方政府所提出 现在基隆捷运是由中央来主导 所以目前规划是由铁道局来规划 并不是由基隆市政府来提出 这个请杨秀逸议员能够了解 是中央的计划 不是地方政府提出 那所以八堵到基隆一定会盖 重点是地方要有共识 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案 地下化 平面还是高价 那它的路线要采取 哪一个路线的一个方案 这是接下来需要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 跟凝聚公司 这样子中央才有办法继续往下做 谢谢 市长刚刚提到这个 这个基隆捷运也是你的证件之一 那也是你2014年开始选举 市长的时候你的证件 那现在你做到最后变成是交通部的一个 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负责任应该讲的话 那本协希望不要成为假议题是空包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市议员张炳钧在市长市政总咨询中 希望市政府可以为中山区快捷公车1813D 在沿线地点增加四处停靠站 方便民众搭车甚至发展观光 1813D快捷公车 因为他没有进去我们大庆大城 也没有经过我们喜事 就是我们和庆礼跟中和礼 我们中山区最大这两个礼 那时候我们有在建议就是说 我们希望增设一个大干零一 但是他其实是比较外围的 所以对和庆礼跟中和礼的来讲 并没有这么大的方便 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在建议是不是说 可以来增设比如说我们统一新城站 因为我们统一新城那边人口也是占了我们德河里的第三大人口 然后包含就是说我一直觉得观光跟交通 这两个是息息相关的 他们是紧密相连的 那我们在这四年的时间 我们也不断不断的在推动我们万木山观光的发展 那我希望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山高中站 就是我们万木山风景区的路口处那边 也设立一个站牌等候站 方便未来我们的所有的游客 回到我们来到我们中山区的时候 他们可以更方便的进去我们的万木山去观光 因为我觉得你要提供一个交通的便利性 对游客才会有一些的吸引力 包含我们的中华国小那一边的话 我也希望再去设立一个站牌 因为那一边除了我们学生以外 还有我们同名里相当多的住户 机动市政府交通处长苏先知搭讯师表示 有检讨的空间 那有关1813D的部分 也很顺利在今年年初开通 那至于说您提到的这个增设站牌的部分 我觉得有些是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因为有关国道客运的话 除了它的这个设站的间距 比较大一点 不像市区公车那么的密集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希望 它主要是载送沉寂的这个 沉寂的这个运输 那地区道路的这个停等的部分 希望能够减少 但是您提的有些的 例如说中山高中的这个部分 可以衔接到外木山的这个 可能观光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话 我想这个是可以来做一些检讨 那配合 像新衡兵这些大建案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还有检讨的空间 那另外我也跟您报告 大概上礼拜的时候 我们也有收到国防客运 真的1813D的路线的一些申请的部分 那它是跟监理所申请 那后续的话我们会配合监理所 来就他们所申请的这个内容 来尽量的给予一些协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天外天垃圾掩埋场 在民国94年底封场 之后重建为天外天环保公园 目前基隆的垃圾交由焚化炉处理 基隆市议员江建玉关心垃圾掩埋场 污水处理程序 建议在焚化炉上有空间下 将掩埋场的垃圾重新开挖 进行焚烧 基隆市的垃圾量 实在是没有超过300吨的规模 因为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只有不到40万 正常来讲只有200多吨的垃圾 除非我们基隆市的人口 能够暴增到100万的时候 你可以增设三个炉 本席也不会去反对 因为你事实上有那个需要 我们真正希望说 我们这个垃圾 能够把旧的野埋场的垃圾 底下的垃圾能够挖起来 重新再 在这个 假如我们垃圾不够的话 把旧的垃圾场里面的垃圾 挖起来烧 这个是本席的一个愿望 为什么呢 因为假如说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野埋场的垃圾挖起来烧的话 那么将来呢 我们对于整个基隆河上原的污染源 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来减轻 对于我们基隆市的市民的饮用水 也比较有保障 我希望说我们环保局能够采纳 希望说不要给我们市民朋友太多的负担 我更不希望我们因为这个垃圾 我们渗出水造成地下大地的污染 水源的污染 这样对市民的健康造成重大的影响 这样就我们就真的很不希望 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有曾经有看过 屏东还有其他的几个县市 也曾经发生过呢 这个垃圾掩埋场呢 发生闷烧的事情 那么也希望说 那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空气污染 如果说我们既然有盖风化炉 那风化炉我们还有容量 也还有三百多吨的这个容许量的话 我希望把旧的这个掩埋场的地方呢 这个这个掩埋场的垃圾 能够挖起来把它处理掉 环保局长达巡时强调 天外天掩埋场是台湾第一座 符合环保规范的掩埋场 当年不论污水处理和掩埋方式 都符合环保法规 不建议再次开挖 垃圾处理是一个科学和学理 所以在这边跟预作报告下 我们就就科学的部分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天外天的之前的掩埋场 是台湾第一座标准的卫生掩埋场 它是依照从国内外的技术 去设置的一个掩埋场 所以会产生的渗出水 是全面的收集 然后和处理 都不要让它排出去 那当时为了要因应在水源地 我们还采最高级的高级处理 以RO的方式 就是逆渗透的方式来做处理 那到最后我们的一个政策决定 是因为污水下水道干管的一个部设 还有和平岛污水处理厂 已经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就以采砖管的方式 在渗出水场做出步的二级处理之后 纳管到和平岛的污水处理厂 所以跟预作报告 整个天外天的掩埋场的垃圾 渗出水是有全面的收集 做有效的处理 那第二个是 预作有讲到那个垃圾 要挖起来处理 那一般都是它埋在不对的地方 埋在河边 或是没有是像我刚才说讲的 它不是依照标准去设置的 卫生掩埋场 当然它有很多的污染物 可能没有办法做一个有效的收集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把埋在底底下的垃圾 拿起来处理 那我想在天外天 掩埋场是一个标准的 卫生掩埋场 我觉得如果它没有发生 很严重的污染状况 我觉得应该还是 一个好的垃圾处理 议员张建宇说 他反对焚化炉继续扩建 基于基于市民饮水安全考量 建议环保局能够开挖 垃圾也埋场 进行焚烧 记者黄少民基于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地方大小是因为有您的关心 才能让社区越来越进步 我是陈淑萍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 讯息查证 加入 LINE 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 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My GoPen 同样加入 LINE 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那我们一起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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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 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